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大家一起批评一些事物 政府机构某人某事处理不当 大家大闹一番 发誓一轮就算了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点 研究讨论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物 最后提出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案 很多时候我们会跟大家分享 有些好的书籍 好的网上资料 希望从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解释 学到一些道理 可以用应用在香港 帮助我们香港 了解香港问题 建议我们香港人 可以做些什么呢 如果你是当事人 你是特首 或者那位负责人 你自己会怎么做呢 我们在这个节目 希望大家可以 打电话和我们一起谈谈 我们的电话号码 是23054492 电话号码是23054492 23854492 也可以用ICQ留言 ICQ号码是308-084-705 308-084-705 好了今晚和我们一起讨论节目 今天不能来马国辉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嘉宾 盧永乐医生 最近好像有几件事发生 在香港 其中有一件事 盧永乐参与得很密切 好像天星那件事 我们都没有机会说 到底情况是怎样呢 其实我都没有试过 一个社运的项目 是有这么多的参与 我基本上在天星和相关的地方是三晚 有两个晚上是通宵 有一个晚上到凌晨三点 也有很多机会站在最前线 包括冲警察 有一度我都站在最前线 其实感受良多 亦都说很敬佩所有参与的人 一个说是无领袖的抗争 这是一个很新的理念 媒介也有说 长毛那种抗争模式 是否已经是狼呢 这个当然是见仁见智 但长毛在整件事里 亦都跟我一样 是有很多参与 长毛就站得更加前 近日也有些媒介 引述了我的说话 亦都引起了部分社运人士的不快 我在网上看 我亦都跟各位社运的朋友 讲一讲 我看到 你对我的批评 我亦都很坦白跟你承认 我参加社运的日志 有可能是没有你们这么久 亦都未必认识 社运人士 各个派别各个组合的人物 当然有机会 日后就多些跟大家联络 听听大家的说法 有一个批评 社民联 交换我 黄毓民 长毛 企图介入 又扮演和警方谈判的角色 似乎未能掌握和明白 这是无领袖抗争的新模式 在这里我特别提几件事 跟大家谈谈 其实我们当时介入 是有一个很深的忧虑才介入 第一件事就是说 在第一个晚上 有14个抗争人士 被警察重重围困 我估计有50个警察围困 在这50个警察前面 有铁马放在这里 铁马前面有百多个抗争人士 用了很久的努力想 在警察后面的14位抗争者 搞了很久 连了很久 都没有突破 在一个时段 我们发觉 有几位抗争同徒 包括刁文、阿偶 坐在铁马前面 有三个人坐在铁马前面 后面的人 就准备向前有动作 现在我医到 刁文坐在那里 很大勇气地 做一个抗争人士 被一些抗争后面冲上来的 是承着肩膊 就跳过 那边 那时候我们不是很了解 在这个时间 突然间 后面有很多人一冲而上 直接压过去坐在地下 在那几位同道 在刁文那里 那时候 我的感觉就很危险 可能有人会被人踩伤 甚至踩死 也说 整班警察围着我们十几个同道 后面是一道铁闸 他们没有路退 如果这样一抗他 我也有担心 后面的人会被压伤 甚至被压死 在那时候 长毛首先就抢咪来叫 叫那些人去 后退 安全第一 不然会自己人踩到自己人 当然我一听到长毛这样说 我就帮忙 叫那些人后退 当时也有点不快 冲前的人就指责长毛 我们正在冲 为什么你要叫人退 事实上 评估那时候的形势 我感觉到 或者长毛的感觉到 都是冲不过 如果冲不过 你硬冲的时候 也是很有机会 有人命的伤亡 所以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 保住大家 很安全 退一退 然后再看看 可以怎么做 我们那时候的动机是这样的 不是说 有心介入 大家很好的想法 很好的部署 但是当时很明显 就有人坐在地上 后面上的人 如果控制不到的力度 是踩到人 也是救不到那些痛度 甚至有更多人受伤 第一件事 我们做了一个介入 就是这样 大家各自评论一下 究竟是对不对 第二件事 我也做了一个介入 以及与警察谈判 其中一件事 就是说 在十四个被重重围困的抗争同道之中 有一位是感觉不适 觉得好云 好气速 心好跳 他是有心脏病 警察当时要求什么呢 可以 我给你出去都可以 但是你要给身份证 我要辨认你的身份是如何 我才给你出去 作为抗争的一部分 当然那些抗争人士 就拒绝 我不给你身份证 你看 因为僵持了好一段时间 那时候我就会用我的专业 我是医生 你为什么有人有病 你都不让我来看 结果那些警察 就同意放行 我进去 就看到这位人士 真的很不舒服 蹲在地下 气速度 叫他站起来 都站不到 而且他扔了一大盒药给我 十几种药 袁大明未必同意人吃那么多药 十几种各样的药 这个一定是真的 身体有事的抗争人士 我看到我就说 不行 一定要出去 警察说 都是不肯 要先看身份证 我当时就叫警察 喂 人家这样 有什么事 是不是你们负责 结果都给我们出去 一出去之后 其他抗争人士就帮忙 一涌而上 就把这位人士 就很顺利地上了的士 然后就去了一个地方 结果这位人士都没事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做一些介入 做一个谈判 都是有理由 因为如果这个人士 不能照顾 不能治疗的话 他可能真的会由心脏病而出事 所以这是第二件事 我认为应该做的 大家在电脑旁边的听众 自己评论一下 究竟是做得对不对 这个介入究竟有没有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和警察谈判 是不是对呢 第三件事 就是说 到了星期日 傍晚 我们冲上去曾荫权开派对 叫曾荫权出来对话 很勇气 那时候那些绝食人士 16位 已经差不多绝食了 四十多钟 四十多钟绝食 搞不搞 和保抗力 曼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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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有八个支持人士 抗争人士跟着他们 到下来不到 警察就截住了 截住就不准行 他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冲警察 冲过警察的封锁 防线上去 找到曾荫权 但是那时候我心就很担心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那些绝食人士打头阵 那十多个 排在前后面的人 推他上去 已经手血够远了 已经手血够远了 你还去冲警察 同时呢 血够更低了 拱了两拱了 血够可能更低 又闻了 一闻又摸下 后面的人一拱而上 又有意外了 那时候我都知道 这些抗争人士 其实就比较很敏感 对于我的参与介入等等 我都是尊重他们 在旁观察 有人有不舒服我就帮 推一下 就是说 起码当时有一个 后面有另外一个 血糖低 整个人是天算地转 云 幸好那时候 警察不是太多 只有20个左右 后面有50个 在后面拱过了 结果就上去曾荫权 这些事情 我都觉得 应该是从旁协助 甚至是 你想想自己血糖那么低 你不要那么快 回去冲 喝一杯葡萄糖水 我们都给了葡萄糖水 来喝 结果 也是第三件事 我觉得 安排未必妥当 你是绝食的人士 已经是脚软 已经是血糖低 你还要他们 排头阵冲警察的时候 其实真的可能有意外发生 所以就是一个 比较善意的 在从旁观察 有时的 作少少帮助 我觉得就不是说有什么太大的介入 就算你是 真的打仗 打真军 枪林弹雨的时候 这些人道介入 其实我觉得都是 抗争和战斗的一部分 所以我做了的事情就是这么多 大家就评论一下 如果以后有同一的情况 其实我都毫不犹豫 会做同样的事情 当然 和大家的理念 未必是完全吻合 或者有些抗争人士 就认为 根本不需要理会警察 他们根本是我们抗争的权威对象 我们就冲就冲 那是否应该这样处理 如何处理最好呢 所以我觉得 都是有机会 我们大家有机会 坐过来 再谈 很多这些机会 天星 我认为24号晚又有 我又会遇到 那些同道 可以和他们再谈 但我也是 很感动的 大家已经这么累了 做了这么多事情 做完之后 还看不同的文章 发表 在网上给人一些意见 我今天也是回答了 部分 对这件事有些不同的意见人士 王岸然在外面 一会我又会和他谈谈 究竟我们那些介入是什么一回事 所以就说 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句 我很理解大家的说法 大家的看法 希望在抗争上 能够互相配合 达致最好的效果 也都是很感谢大家 让我和我的一班社民联的朋友 参与 也希望我们的付出 能够最终获得回报 或者你们两位可以评论一下 我就说了这么多 医生 破坏了这种气氛 一个比较单纯 一个比较自发的行动 但是在某些情况 我自己的感觉 我对处理这些危险 我也有一些经验 什么时间会出事 在那个阶段 我是做一点点 我觉得这个也是 无领袖抗争的一个部分 拡展所长 我认为我这些我是比较得的 那我就在整个阶段 付出我这方面的努力 即是就算普通一个医生 其实看到这些事都会 任何人 任何人都会 因为始终呢 我觉得 如果你是要 一群人去做事 那你都不可以说 没有一个方向 你要他怎样说也好 那你怎样自发也好 你都有一个目的去做 达到某几个步骤 有时候是可能 如果是 没有什么人 指示一下 指导一下 可能都会出问题 但其实 他现在 我们的那些年轻 他在这里 他想是 讲出什么讯息 给香港人 他看到什么问题 想解决呢 其实就是说 香港那个 整个社会主流 是很向那些利益集团倾斜 尤其是很向那些 大利益集团倾斜 是 可能是地产商倾斜 而且呢 倾斜了之后 还未算数 是 好像 做什么 都可以 为所欲为 但是我们小市民 一大天升小小的地方 是属于我们的地方 嗯 我们可以从大会堂 好他条走出去 搭船过海 也都有一些人可以在 王后像港墙上 透过隧道 走过来 这些地方 去吸吸海风 是 这个完全是属于一些 偽民小市民的地方 嗯 你无端端就铲了他去 搬了他 新天星 虽然有个钟 是很远的 是很远的 是 小小的心事 小小的感情 我们的地方 啊 为什么不能够保留 你 你那个山顶 四万多元一尺 你就发大财 卖到 第一个地方 我没有钱了 我真的只有几十元 我来这里坐下 都属于我的地方 是 为什么你要从我手上 拿去 拿得去 那么麻木不仁 立法会在谈 然后就拘捕 拘捕 所以这些呢 就说 也都是导致小市民 出来 自动自觉出来 抗争 不是太熟悉的呢 他都会反映 他说 其实钟楼又不是很漂亮 一般人都不是很留意 它存在 那样 你说将它拆了它 移了它 也有些人说 就是 我背后的政府原因 就是因为要 建一条新的沿海的公路 是不是 要经过这个地方 交通问题 他将它怎么做 他认为要解决交通问题 那样 如果 香港始终有一个 某一个 数字的人口 一路这么增加 到某程度上 我们是要为人口的增长 交通的需要 来到变的 那样 好了 大家有没有考虑这个的需要呢 就是我们 其实这个呢 就是自己成就自己的预言 你就是不断 拆一些旧屋 不断就将那些楼 建得更高 不断就引那么多交通 更多人进来 那你当然 你要建更多路 建更多路 你要填更多海 那些地标 你全部拆掉 那问题就是 如果你能够 就是 控制得好 计划 规划 比较得好 那其实可以 我们的中环 是不需要这么擠迫的 也都 同一道理 你就不用填那么多海 建那么多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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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以赖 一些所谓政治的明星 政治领袖 来到 代表我们做事 是 那我们总是觉得 其实最有效的民主是 参与的民主 不是 选举的民主 如果香港人不了解 这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觉得将来如何發展也好 就算 所謂 全民选举也好 其实都回应不到我们要求的 我们的问题也不会解决得到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例子 虽然在某个程度上有些人说,为了我这样的钟楼差什么呢, 我们是需要一些道路的, 但其实背后的理念,背后的意念, 其实是远超过我们一般人看到的, 所以我觉得香港仍然有人肯这样做这些事, 所谓做一些吃力不土好的事, 香港就会有希望,因为很多事, 参与民主这次,虽然说从警察冲的时候也是激烈, 有些人专门记者拍了一张照片, 有个抗争者伸了你出来, 很不好看的照片给你, 但其实也有一些是很活潑,很特别的东西, 你的问题就是,叫口号叫什么呢, 在曾蔭权的家一百米之外, 一个人叫曾蔭权, 如果你一般抗争示威, 你当然叫下台, 无耻, 他不是的, 他叫曾蔭权, 接着他就,开派对, 曾蔭权,开派对, 就是说,曾蔭权我们在你门口开派对, 麻烦你出来和我们一起开派对, 和小市民聊聊天, 这个也是很活潑, 很有创意的部分, 所以难怪, 长毛近期都好像肯认影地老, 因为有这样的新表出, 令所有人都是大开眼界的, 而且也不只是需要去抗争, 或者要去骂人, 都可以达置一个沟通到的方法。 是的,没错了, 所以就说, 那个讯息是传递得出来, 我相信, 24号晚上, 在天色亦都有聚会, 各式其式, 当晚我会到现场, 再和各位参与者, 有经有讲, 有需要的时候, 并肩作跌。 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 关于医疗, 或者先休息一会, 回来, 香港很热门, 争论了几场, 内地孕妇来港产子的问题。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 是BURAL, H-E-A-L-I-N-G.Com.hk DURAL, 听众好, 我们回来香港出路的第二部分。 我们可以谈谈内地孕妇, 这个很热门的话题。 刚刚医管局出了一个新的指引, 就是说, 加钱, 由这个两万元, 就加到这个三万八, 三万九, 去揭指內地孕婦來香港這個問題 其實兩位覺得有沒有用呢? 加錢 我覺得沒什麼用 因為如果你是在內地生第二個嬰兒 他付的代價很大 不分之十幾萬 所以就說你來香港付出 四萬元 五萬元 而是從事有居港權的話 對他香港仍然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尤其是現在就說 能夠是來香港預先產前檢查那些 還更加有優惠 將他差不多是一個很正式 一個安排 協助他們來生 所以就說這些措施 我覺得是無效的 是不能夠減低到內地產婦來香港生嬰兒 可不可以這樣說其實是反過來鼓勵他們來呢? 因為現在很多錢 大陸的人 將這個途徑就很清晰化 也都告訴你 香港有什麼產前服務 你什麼時候就要開始來檢查了 檢查包括什麼 內地做的產前檢查我們又不算的 所以總之就說很妥當地 製造多些生意 又是將它合理化 你快點來吧 是啊 但是前市醫護人員 其實是不是真的應付不了呢? 其實這個問題 我們都聽著看著看著看著 看很多各方面的意見 我覺得其實背後的問題 都可以說很複雜 但亦都可以很簡單去看 其實它牽涉的東西 除了醫療處理的問題 基本的人權 以及講到基本法 其實可以在很多層面去看 但我想 或者我們講回我們 前幾次我們還沒提出一本書 那本《Freakonomic》的那本書 就是《魔鬼的經濟》 那本書的作者有幾個原則性的道理 是很好用的 我經常說 這本書看起來好像很有趣 很搞笑 但其實背後的道理是很實用的 他說我們一般人 我們希望我們的社會 往往是我們的道德觀 希望我們的社會變成這樣 是怎樣的 但真正的社會變成怎樣 是我們經濟的因素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 不是因為我們的道德理念 令到社會變成怎樣的情況 是往往是經濟的因素 是 還有呢 經濟呢 背後什麼推動經濟呢 是我們所謂的incentive 就是有什麼利誘的原因 是 有時你可以看 在某個程度上 你有一個道德的觀點 人權來講 包括已經 原來立法局裡面 那個高等法院已經判決了 他們絕對是有這樣的權利 是你到香港生生小孩之後 成為香港人的 那這個在某個程度上 就是很對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你進去這樣生 通常都是給你做公民的 就是他有很多的 成為一個公民權 這個和一個很大路的 全世界都在走的 但是呢 用在香港 因為香港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是吧 因為香港和大陸這麼近 還有兩個制度 兩個的所謂那個 生活的水平 是過去一直相差得這麼厲害的時候 還有制度方面 他們有一個家庭支援一個小朋友 香港是沒有這個限制 對這個制度造成一個很大的衝擊 以前有些人說 因為他們貪香港 可以不用付錢 又可以做到這件事 因為經濟 是一個隱憂 一個道理的原因 一個incentive 也有一種看法 因為大陸是不可以生多個的 如果我們想生多一個 唯有避免這個法律的處分 那就要走這條路 這個也是一個incentive 導致這件事會出現的 但是呢 我們看到現在的人看過這個問題 始終 也都是我們經常這樣說 說不到問題的重心在哪裡 問題的重心 是不是他們沒有錢呢 你知道現在香港很多的 那些貴的樓是甚麼人買的 就是拿現金來買的 那些地產的朋友 他們拿現金 大陸人拿現金來買的 你說他們沒有錢來拿這個便宜 就是說 我告訴你 是絕對不會這件事 很快就完全不會這件事 不會這個原因 那所以呢 你說你現在加他 然後到四萬元 五萬元 那三四萬元 是香港的私家院的公價 就是所謂 那你說再給他 就是懲罰性的 你給他十萬二十萬 其實大陸絕對是有人 可以來得到的 好了 那現實就是這樣的 雖然在理論上 你們看 但現實上是隨時可以發生的 在我們這樣的安排之下 大陸是隨時可以來 一萬二萬三萬十萬 那這個是現實來的 雖然我們有這樣的道德的法律定了 但事實上 我們那個社會的經濟是承受不了的 好了 我們香港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怎樣處理呢 我們在私下 我們跟很多人都談 其實最終的原因 都是居留權一個很大的因素 最清晰解決的方法 就是那個基本法的改變 但是一般人 我們過去很多的情況 都認為 基本法是不可以濫改的 好像一個憲法 但是我們看到 過去我們香港的基本法 其實都可以這樣說 雖然有很多人參與 我記得很多年前我們有參與 去想想 其實我發現 很多情況 一路一路在形成基本法 最終的結果之後 都是有很多事情改了 就是說 既然我們當時都是一路改 一路改 改到某一個階段 某一個時段 我就出了一個基本法 這個基本法 不是說沒有漏洞 沒有錯漏 其實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法 我覺得最終最終在法律上改 現在他想很多辦法都是沒有用的 你說叫一些入境的官員 拒絕他入境 拒絕他入境 其實就說你給他們壓力 他現在不能夠罪上面 他不能夠罪上面 他根本看不到 你一天可以二十萬個人過境 這麼大人流 香港人都懂得去加拿大 去美國生嬰兒 穿很大衣 那沒有辦法 你玩著一丑二怨 那你哪裁得到呢 所以就說無端端把壓力和責任 給了那些前線的入境處的官員 是不公平的 那問題就是一些人兜來兜去 根本就沒有辦法解決到 有一個原諒人 剛才講一個經濟的問題 我昨晚都跟麥國鋒聊過 香港究竟有沒有座產市呢 夠不夠呢 夠不夠這個接生的護士呢 有個接生訓練的護士呢 麥國鋒就說有的 過去很多 其實很多的 問題就說這些大部分 差不多一萬個萬的護士呢 就已經是 沒有參與醫院的工作了 離開了 結了婚 看小朋友 那樣 現在的護士的薪酬呢 就是座產市那些呢 有些經驗的 我相信就只有四萬元左右 那麥國鋒就認為這個這樣的薪酬呢 就無法吸引這些 在家裡過著都比較舒適 安穩的生活的人呢 出來捱耕耕耕耕耕耕 做一個比較有些風險的工作 那麽就 所以就說政府是 現在用這個模式是請不到的 那麽就說 其實有的 但問題就說 香港覺得怎樣呢 值不值得用多些的錢 特別的待遇 應付這個迫切的需要 前幾年 就沒有這個問題浮現之前 香港都沒有人肯生孩子 袁大明都要想一下 你怎樣說服一下 兩夫婦 平均一世人就生0.9個小孩 0.7 現在再跌了 不是 1 2 0.7 加上中國的虎人 這樣就變成0.8 是的 這個搞法下去 香港就絕種了 起碼生2個生2個 都未補得到 2個生2.1個 就有些安全位 有些安全位 因為小朋友的事情 都養不到 所以就說 你生這麼小小孩 就導致香港那些 產科的單位 就在露山露山露山 那些產科護士 就調去做其他事情 產科醫生 又不培訓那麼多 現在不夠人 所以就說 是有這些人手在 但是由於經濟關係來說 沒有辦法令到他們出來 暫時應付這個緊急所需 我所知其實不是一個經濟的 如果能夠拿到4萬元這樣的人工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做事的 但是這些 其實香港人都不知道 其實最後 其實香港是outlaw了他們的 很多國家都一向有截身的 香港以前有些流產所的 但是一直被醫療界 將它outlaw了 所以香港是做不到的 還有現在香港 如果你要做坐產事 幫你去截身 或者家裡截身 那它通常會做 我認識過 很多外國那些 外籍人士 英國、澳洲這些 坐產事有的 但是如果你通常 第一胎就不上了 因為始終現在高齡的產股比較多 通常最大的問題 它是在外國 是有一個股產科醫生做backup的 但是香港 不是很多醫生肯做這件事 在某個程度上 它覺得是一個競爭的對象 就是你搶了我們的生意 大家也知道 是早年那個 所謂那個 Wish Hunt 那個燒那些 那些 其實當時 那些是一個 是座產事 是當時的醫療界 來對付這些座產事的手法 說他們是無可 所以其實那個問題 不是說那個人工高與低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大陸有很多座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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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成的 我認識很多大陸 那些 我以前姐夫 那些三名的 醫療部門 他說他們那些 逼迦的人 是全都是西醫 他自己開會 我從來沒有試過 跟那麼多醫生說話 其實每個人都是醫生 所以其實 你說醫療的人員 其實不是不交很多 所以這個問題 原來不是這個因素 就放大陸 on contract 特別的安排 就叫他們來香港做 所以這個問題 醫管局都有考慮過 是請內地的 但問題是說 都是有些困難的 怎樣是平衡的資格等等 那些都要考慮到一套 我想他是在做這些事情 香港就說 接觸樓產院就沒有了很久 可能那些人就說 信醫院 信醫院 在家裡生就轉無緊有 很久都是 不是近期的事 我想我做醫學生的時候 差不多都沒有人在家裡生 差不多 流產院就說 我畢業做醫生 這二十多年以來 一路路慢慢 淘汰 但是生子高峰的時候 一年都是有七八萬個 那時候就說 醫院都有很多產科護士 在那裡 慢慢慢慢 跌到近期的四萬多 少少 香港本地 就令到它一路散 那些護士就調去做其他事情 或者是離開了崗位 離開醫院 所以都叫不出來 我為什麼要說這些事情 就是 你內地 如果你不肯動 基本法 就是 沒得搞 但是問題 你都要照顧 起碼 你令到香港 本地的產庫 都要獲得它應有的服務 應得的服務 你很明顯就說 現在的服務供應是不夠的 那怎樣可以在短時間裏面 能夠提升服務呢 我覺得醫院是有病房的 亦都是有產房的 現在就沒有人的 所以就說 怎樣能夠快些 找些人 開回多幾個單位 令到服務能夠正常些 一個單位通常一年都可以接到 四千個 甚至以上 四五千個都可以的 如果是一個救人力的單位 那你大概開三個至四個 就可以差不多應付到額外的二萬 當然就要很多助產士 很多產科護士 很多醫生在後面 那些人手 問敵人 怎樣找出來呢 我覺得其實不只是人手 我曾經講過 中國的人口和香港人口比 簡直是沒得說的 你不是說它現在來幾千 一萬兩萬 將來五萬十萬 這個問題絕對不是這個路線可以解決得到 即是說樽頸不是在那個產房 而是在那個人 但是如果我們滿足了 譬如將來五萬個人 即是多了五萬個孕婦 其實那個數字是沒完沒了的 即是你滿足到它需要 它就越來越多 可能有更多 這個方向和你那個加價方向有沒有分別 是一式一樣 這個這樣的思路 其實也沒有進入到問題的根源 那個大問題就是 起碼有一個問題 我們就看到我們的本地產庫 很擔心 帶著肚子作動 去到那個公屆院 市屆院可能都說什麼 對不起沒有床 你可以睡覺沒有床 這個就是急切解決的 即是去到問題的核心 不說了很多次 沒有法下 沒有其他的途徑 沒有選擇 一定是法律途徑 一定是基本法的途徑 你就算是修改什麼入境條例 那些都不是一個辦法 但我想請問 去到醫院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本地人 會有優先享用這個醫療設施的權利 即現在是怎樣分呢 是分不到的 譬如我們香港人 即是都幾難的 譬如你說我產前那個檢查 在醫院掛了單 報了名 到時都去到 但你什麼時候進去都不知道 那他也很難遇到一個床位 即是說 你大概在這段時期 有多少人就 due date 那我就兇了他 其他人不准游 其實在實行上是做不到的 我們的小朋友 不懂得守規矩的 隨時來 隨時來 那你哪裡作動見到頭髮 你不理你是香港人好 內地人好 一樣要為他服務 所以你說優先給香港的孕婦 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他們會當是一個醫療緊急的需要 是吧 那你到時出現的時候 你怎樣呢 那當然呢 其實我都想過一下 其實香港和中國是很近的 如果你有些救傷車在那裡 他一要來的時候 立刻上救車車回到那邊 不會很久 半個小時左右都回到中國大陸 即是在深圳對面整間產光醫院 這樣 絕對服務了給你 服務了給你 半個小時內我會載你回去 這樣 那你還想不想來呢 不可以 尤其是說第二胎那些 生得很快 都很安全 都很安全 很安全 在滴雪山很安全 所以絕對沒有什麼危險性 在十字才能生到 還有香港有一種 為何那麼多人去醫院生呢 一般人有一種這樣的錯覺 我覺得是 因為這個沒有科學證實 以為在醫院生生小孩 安全過坐散時在家裡生的 其實在全世界 有坐散時在家裡生的服務的地方 坐散時生的小孩 是安全過在醫院生的 這個是事實來的 你看歐洲國家 他們個個都是 有些人解釋 當然高風險那些是醫院 低風險就是在家裡 這是一種解釋 但事實上 我們沒有任何科學證實 在醫院生的小孩 是有個專科醫生 折生的小孩 他出生的所謂 complication 或者那個嬰兒妖折率 是會比坐散時在家裡生 更安全 是絕對不是 剛剛相反 這件事我可以原則上同意 袁大明的說法 香港人就說 在過去十幾二十年以來 被洗腦好 被宣傳好 被教育好 教育都是很依賴醫院的 你可以問大部分香港人 他是沒有自己的醫生 西醫好 袁大明好 中醫好 他是大部分沒有自己的醫生 他有什麼事情 很簡單 醫院這麼好 什麼都有 急症室 急症室 急症室搞完 急症室說 你覺得要去哪裏複診 去哪個專科複診 就複診 如果不用複診 如果是需要的 就即時入院 香港人是 知依賴醫院 醫院服務 很多時候都是工廠式 生孩子都是工廠式 全部一式 管理比較方便 在一間大的建築物裏面 什麼都有 從屋簷下 什麼都有 但是 不是有很 設合到 人的個別的需要 不夠個人化 照顧不到個人的感受 包括他家的環境等等 所以就說 香港的路 是過去二十多年 走成這樣 亦都是導致 我們的醫療開支 一直上升 因為醫院都是貴的 維持那種東西都很貴 裡面很多儀器 很多專門人才 又是很貴 反之 如果將我們醫療的 戰線 退回社區 其實就說 在疾病預防 在提升健康 那裏做多些功夫 其實可以擋了 一些人去醫院 令人更加滿意自己的健康 不用病才醫 所以就說 這個是可能 解決 香港醫療 或者衛生 或者健康問題的 一個方向 因為我們上次 我們開波的時候 我們都說 我們希望用一個 香港健康大行道 一向講的四步曲 我們討論什麼問題都好 首先我們清晰地了解 到底我們在講什麼問題 我們發現 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那些所謂問題 其實是一個問題的現象 來的 其實不是問題的核心 在醫療方面 很多方面 我們都看到這個現象 在教育方面的處理 我們永遠是看到一個問題的表證 和現象 但是 那個問題 真正的重心 在哪裏 我們經常都疏忽了 我們上一次 我們都討論了很多 我用不同的角度 我們看看現在的醫療 我們先講一下什麼問題 我們曾經討論過 你作為一個傳染科的醫生 當然傳染科在一百年前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個人的病 都是傳染病多的 但今時今日 傳染病 一般文明人的病 大概是百分之八十的 不是百分之十的 百分之八十是慢性病的 即是你看到 那個傳染病的問題 其實已經解決了 我也提出 其實英國八明漢醫院 一個社會醫療的教授 Thomas McCroun 他講過 其實我們這類的問題解決 其實主要不是因為醫療的特效 又出現了 主要是我們的公眾衛生 污水 原來那個關淨水的分隔 我們的生活環境 工作環境 工作時間的改善 和營養的改善 導致這方面的問題改善了 我也都討論過 到底是不是那個醫生的人數 我們都看到 不同國家有不同醫生的人數 但始終最終最終 例如好像香港來講 我們都已經刻意 將我們醫生的人數 是強硬來壓低它 你看我們以前醫學院裡面 兩間醫學院 初生有成120個 150個學生因緣 最終一直來削減它 所以大家都看到 如果你認為 這個醫生的人數 是一個因素 我們很明白 我們過去醫學界 都不想在這方面 來解決這個問題 但我們都看到 其實有很多國家 例如在歐洲 有些國家 醫生病的比例其實很高 其實都不覺得這個問題 解決了 醫療問題 解決了 所以我最終最終 都未曾講到 到底我們現在談 那個問題是甚麼 是不是不夠錢 我們都看到 錢也不夠 錢不是單是一個可以解決的問題 因為錢永遠都不夠 沒錯 而是有很多國家 用得多 我們幾倍 問題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們看到 好了 我們走回到第一步 到底我們在講 現在問題是甚麼 現時香港的醫療問題 到底在講甚麼 問題 有沒有辦法清晰一點 說 一句說出來 我想是剛才 盧醫生所講 其實是太依賴 所以我想大部分的市民 都太依賴 醫生 看來醫生 自己沒有肩負責任 去保障自己的健康 我想這個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 這個是其中一個現象 我都可以這樣說 這個現象要 我覺得 我們經常很強調 這個問題是全世界性的 如果我們定了這個問題的定位 其實全世界性 我們說這個問題的定義 其實全世界都對的 我會看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現時 以西醫為主導 很多香港不了解的 西醫 其實在西方的醫療裡面 是有很多其他醫療的 是一個對抗性醫療 為主導 好聽一點就是主導 不好聽一點就是壟斷的之下 我們是不能夠為香港人 提供一個有效 和合乎經濟效益的醫療服務 這個就是我們所講的問題 現時我們處理的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全世界都是這樣 全世界都是這樣 亦都可以看得更加闊一點 不是說治療的模式 香港人以為扔了錢 香港政府的預算 每年三百億多些 就全部九成 扔了在醫管局 醫管局就是一些補救性的治療 沒有什麼預防治療 扔在衛生署就30億 就是一對九 九成是治療 一成是預防 一成是預防 這個理念已經是很不平衡 但是同時以為 我們花了這麼多錢就已經可以了 但問題就是 社會上的健康 衛生 其實就不只是醫生 或者西醫 或者中醫 加上其他醫療法的人 是可以搞得到 社會的健康衛生問題 是應該是退得更加後 或者退得更加上游 那裏想的 我們要想一些導致不健康的因素 剛才袁南明都說了 我們房屋 我們糧食 那些就在上一個世紀 有些程度可以解決了 但也有新的問題出現 我們的污染 我們的食物的污染 生活習慣 生活習慣不良 吸煙 缺乏運動 吃了垃圾食物 越來越肥 這些也是 其他環境的因素 空氣的污染等等 壓力 壓力 那些輻射的污染 等等 完全可以導致人不健康 如果你要全盤 令到整個 課題 令到整個社會所有的成員 更加健康的話 你經常搞治療的模式是沒有用的 其他事情你都要搞的 所以那時候政府委任我去做策法會 那時候 我就會對他們說 你想我來都是說說 怎樣搞好社會健康 你又要宏觀 策略上的事情 我就說 你可不可以 在每一個政策層面 你不理你 不像醫療的政策 其他所有的房屋 福利 交通 甚至經濟政策上面 你都加入健康的考慮 那政府就不明白我講什麼 嘩 那問題就是 可能遲些 我們用這些節目 用不到媒介 是推推 就是說 我們全方位 全面看 什麼因素導致香港人不健康 這些因素 是怎樣可以清除 我們不要只想醫生 我們不要相信那麼多醫生 可以這樣說 我雖然是自己的醫生 不要相信那麼多醫生 因為他們做的事情 都是最後的事情 你病了 你生癌症了 你才找他幫他割 這是多不理想 多不滿意的事情 所以在其他方位 其他崗位 我們完全都要想 健康的事情 儘量給少些生意醫生 給少些事情他們做 社會其實就可能更加健康 好了 我們剛才經常說 其實這些是有很多現象 很多周圍的現象 但中心的問題 你會說 為何我們不在健康多些說 問題上你也說出來 我們現時的醫療架構 以抗性醫療 以藥廠科技醫療為主 他們主要是重心在治療 而一般人有一個錯覺 都認為 有什麼事 我們的科技醫療搞定你 所以也是一個原因 導致我們人們 不去走另一條路 雖然我們知道 誰人都會說 誰人都會說 但為什麼沒有人去做 因為我們現時 以西醫對抗性醫療 為主流的醫療 是不能夠為香港人 提供一種有效 和合乎經濟效率的醫療服務 我這個一個簡單的定義 我覺得全世界你都可以這樣說 亦都可以這樣說 你最終最終都走回這裏 但我們只要講到 如果這個是我們的問題 大家同不同意這個問題 現在西醫是為主流的 可以說是某情報上壟斷到醫療 這個服務是這樣 這個現象是這樣 好了 你看到是不cost effective 大家知道 所以多錢都不夠 總體的現象是 那些人又要多餅 是不是 就是不effective 因為沒有效 我這個問題的重心就是 現時以西醫為主導的醫療體系裏面 是不能夠為香港人 提供一種有效 和合乎經濟效益的醫療服務 這個就是我們的問題的中心 也都是若干程度 我都是同意你的說法 為什麼呢 就是利益所在 哪裏利益大呢 那些資源就推到哪裏 這個就是我們起因 還有原因 還有下一步 下一步 還有原因 西醫來說 也有很多不同的病處理 現在就說 發達國家 用很多研究 擺在lifestyle的治療 脫頭髮 那些都做很多事情 但反而非洲的病 藥質 很多的病 根本沒有人願意 扔錢去研究 因為那裏沒有利益 那些人買不起藥 所以說沒有利益的事情 就沒有人做 有利益的事情 就一窩蜂去做 那這個所謂的世界 來處理世界人的健康問題 是很不平衡的 沒有利益的事情 就不做 這個現象 都是因為我們現時 是以西醫為主導的醫療系統 你所有歸納這麼多現象 最終都是從這裏開始 因為我們的重心在這裏 西醫的主流 西醫的性質 是用藥物 由經濟的推動 藥廠的利益 這是那個cord 那個問題的中心 所以我說 我們現在的問題 我常常說 定義 我定的問題 我這個問題就說 在現時以西醫為主導 或者為主流的醫療系統 是不能夠為香港人 提供一種有效和合乎 經濟效益的醫療服務 我認為這就是我們的問題 香港 比美國來講 已經是比較偏向社會主義的模式 由政府做分配的醫療資源 當然 袁大明的角度 就說西醫壟斷的體制 是的 分配了西醫的體制 但是 就說 商業的影響 都是比較少 香港這一年 就用大約1200美元 一個人均的醫療開支 但是美國就用5700 美國為什麼這麼離譜呢 原因就是 全部是一個商業化的醫療 一個私營化的醫療 沒有政府任何很大介入的規管控制 所以導致是這樣 所以花了很多錢之後 效果 可能 問題比香港還要嚴重 相反 去一些更加窮 大陸以前的赤角醫生年代 是用很多傳統的醫療 草藥的醫療 藥乾程度是可以治療人 可以照顧到人的健康 也是便宜到在山窄的草 差不多不用本 用柴火來煮一下它 這些就是一個模式 古巴 我們上次講過 也有用另類的療法 各種方法照顧人的健康 就地取材等等 這個也是一個模式 但問題是那些窄山的草 做療法 就沒有利益可言 沒有利益可言 就沒有人做了 好了 這是下一步 但是我最終 你說美國是一個私營機構 比香港更厲害 香港一半 一半先一半 歐洲社會主義多很多 但其實最終最終 那個共同點都是什麼呢 它都是西伊為主六島 問題都是 就是你走回最後最後 第二次有機會要跟人說 為什麼可以打破西伊為主島呢 你都一定有想這個問題 沒錯 我這個步驟就是這樣 第一 我們先定了我們的問題 大家同不同意 這個是一個基礎問題 你說得了 我也是用這個可以解釋到 總之我們現時 以一個西伊為主島的醫療制度之下 是不能夠為香港人 為全世界各地的人 是提供一種有效 和合乎經濟效益的醫療服務 大家同不同意這個定義 這個是我們的定位 我不是完全同意無效 但問題是我覺得是不夠全面 亦都沒有從健康的基礎照顧體 這個我得承認 我做西伊我都得承認 所以就說一定都有些效的 有足夠 有足夠 所以我看到 Cost Effective Cost Effective 即是你有效得來 當然我們是有足夠的能力 將一個人 幫他 然後封住吸氧氣 幫他釣住他幫他洗腎 幫他維持他的心跳 是可以足夠可以 令到他不死都可以 但這個不是一個Cost Effective 也不是一個健康的現象 可以這樣說 我們的制度 用蕭慶倫的字 Allocative Efficiency 即是分配上面 一球資源 如何分配去最有效率 那裡 未能夠做得到 為何未做得到 總之我們的現象就是這樣 全世界都是一個現象 以西伊為主導的醫療制度之下 是未能夠為市民提供一種有效 為何說他沒有效率 因為始終病是越來越多 你說有效 那些人為何會越來越多病 還有是有及乎經濟效益 你可以用一百萬元每個月 來釣一個人 讓他不用死 我有這樣的科技 但這個不是一個Cost Effective 不是一個Efficient 我認為 我認為 你講到 當然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句 說明 但其實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從這裡開始 任何國家 什麼制度都好 社會主也好 一個Private Enterprise 好像美國那樣 或者香港是一個 兩個階層的 公私營 一輩子都有 但最終那個重心 都是用這句 一個簡單的定義 可以看得出來 下一個宣問 再下一個星期之後 蕭慶倫 為何讓楊永強 所有的全香港醫生都不高興 就是他講的東西 和你的東西是有些接近的 哈哈哈哈 然後 然後蕭慶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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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醫生 他不是醫生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這部 這條改革 為誰而改 為何而改 裡面有相當是非醫生的角度 這是所謂一部好的事 如果我們大家同意 這是一個問題的重心 如果你說到頭對下 我都由這裏可以解釋到 這一句都可以解釋 這一句都可以解釋 始終我們的重心 都是西醫為主導 西醫為主導 有它的特性 它的重心是醫病 它的預防是沒有什麼工具 也沒有什麼健康的定義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重心簡單一句說完 就是我剛才所說 現時以西醫為主導的醫療制度之下 是未能為香港人提出一個有效 和合乎經濟效益的醫療方法 為甚麼呢 為甚麼說經濟 因為越來越多錢都未能 為甚麼無效 越來越多萬聖病人 長期病患 越來越多 這是這麼簡單的現象 香港醫療的特色是甚麼 是以西醫為主導 就是這麼簡單 這三個例子 就是解釋我們問題的重心在哪裏 好了 我們跟著由這個重心 我們來看看 為甚麼這個現象出現 為甚麼這個現象出現 有甚麼機會是破解這個現象 跟著我們了解現象的因由 跟著我們知道解決方案的方向 應該怎樣做 最後我們有些甚麼簡潔的方法 解決它 希望大家繼續跟我們收聽 我們一起抄議 所以下星期一定要播 袁大明 兩個禮拜之後 我們去消販一下之後 我們下一步 暫停的 聖誕節 我們休息一次 我們再下一次 我們會繼續討論 如何解決香港醫療問題的群境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